来 在这边呢 有一条鱼呢 它是在那个Seabed 就是说那个 河的最底的部分 然后五分钟后 然后Water Level增加了2.4 OK 然后过后呢 Water Level of the river 再增加上升了2.4 再上升三又二分之一 四分钟后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它是 这个鱼是在 那一个14.6cm from the riverbed and 164cm below the Level of the river 然后他问你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一个River的那个深度是多少 OK 所以你在这一边呢 它14.6cm from the riverbed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想 我们这一边它有这个 是它的那个底部 OK 这个是底部 然后它说这个鱼呢 是14.6cm from the 所以在鱼在这一边呢 鱼在这一边呢 14.6cm在这边呢 然后呢 它是from 162cm below the water level of the river 其实是below the sea level 其实是below the sea level 其实是below the sea level 就是说它这一边的那一个 这个时候是新的那个water level 是在这一边 这样 OK 这个是最高的地方啦 然后它说是162cm 162cm 就是说这个新的water level 跟这个鱼之间的 是162cm 所以这整个那个河水的那个深度呢 OK 是162加14.6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176.6 176.6cm 然后它 它其实呢 在占之前呢 它总共占了多少 它占了2.4 然后又占了3.5 这个其实是3又二分之一是3.5cm 所以它2.4 3.5 所以它总共占了多少 2.4加3.5的话呢 它会变成5.9cm 它占了5.9cm 所以它在占水之前 原本的就是它比176.6 减掉5.9 就是它原本的那个深度啦 OK 所以它原本的深度是176.6-5.9 所以它会拿到170.7cm 访客观点就是っていう机械 3 此给我